党魁借五四要今年吃苦 网友被卖了还帮着手钱 习防法日子不好过 马克龙给下马威 人权团体齐抗议 美国大杀器协防台湾 多个共军基地在射程范围内 古巴宣布对中国人免签 开辟最经济走线新路径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玲 5月3日 中共喉舌新华社报道 中共党魁习近平向中国青年致辞 说今年是五四运动105周年 青年人要继承与发扬五四精神 坚定不移听党话 跟党走 还有中国青年们得能吃虎 肯奋斗云云 有网友诺对说 被人卖了还得帮着手钱 完了还得说卖得好 中共每年都要高调宣传五四运动 五四精神 借此鼓动中国青年 要进行所谓的爱国 但据历史学者冯学荣研究指出 这场被中共捧得很高的五四运动 除了打伤一个人 烧毁一栋房 撤了三个关 留下暴力的火种之外 没有什么避易可言 既没有救国 也没有利得 一场胡闹 仅此而已 而中共与五四运动也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据悉 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三天 也就是1919年5月1号 由中共党员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 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出版了 在五四运动的前一晚 李大钊写的文章《五一节》 《Madee杂感》也发表了 他挑动中国青年 在庆祝日这天采取直接行动 根据史料记载 在五四第一次示威行动后的当晚 随证领袖们到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办公室 向他汇报当天的事 李大钊还要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 把五四运动扩大到别的城市中去 在响应该号召的人当中 只有李大钊的学生 后来成了中共党员的正中下 由此可见 中共是通过五四运动加强宣传 让更多的知识分子 接受马克思主义 并因此走上歧途 为此有人评论说 五四运动是中国噩梦的开始 时隔多年 中共仍在利用五四运动给中国人洗脑 只是在中国经济不断恶化的当下 中共的这套洗脑宣传 已经很难再对中国青年起作用了 因为残酷的现实 让人们认清了中共治下特权阶层 和普通民众间的巨大差异 5月4日当天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胡平 在X平台证文指出 今年中国的五四缺少今日气氛 因为在这段期间里 中国的年轻人普遍都很郁闷 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今年3月 中国失业率是5.3% 但16岁到24岁的青年人失业率高达19.6% 很多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 即使那些有工作的人 工资也都很低 而且今年大专毕业生是1160万人 这个数字已经破历史记录了 其中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 将面临着毕业及失业的命运 而且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求神拜佛的格外的多 而且甚至还出现了好几起消约轻声的 这都给今年的五四投下深重的阴影 很多中国网友更是感同身受的回应说 中国青年要听习的话 听党话跟党走 鞋时当韭菜人矿 战时当战权炮灰 跟着流氓恶棍走 有人说被人卖了还得帮着数钱 完了还得说卖得好 也有人指出 那么党肯定是诈骗犯 还有人以子之矛公子之盾的对中共说 发扬五四精神 推翻旧政府 建立新政府 虽然中共惯于宣传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即使大学毕业生们自降身价 甘愿开网约车和送外卖 也难免不陷入激烈的内减当中 即使是名校毕业生 想找一份工资不低的工作都很难 在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 很多年轻人对未来感到绝望 于是纷纷躺平 看来中国青年人也在冰冷的现实当中 不再相信中共那一套骗人的话语了 士兵人叶晓在大纪元证文指出 中共鼓吹越来越多的毕业生 把就业目标转向小城市 想借此掀起入乡就业潮 但中共不敢说真相事 返乡就业的大学生们 基本都是县城普罗门一族 他们的背后是地方权贵的勤态关系 文章指出 而大学生们作为社会上 思想最活跃的一个群体 对他们来说 毕业即失业 这必然会给社会稳定与中共政权带来巨大的压力 北京时间5月5号到10号 习近平出访欧洲 5号当天 习近平抵达首站法国 虽然受到热情欢迎 但是这趟法国行 预计习近平也不会好过 不但法国总统马克龙 提前给习近平几个下马威 而且法国多个人权团体 也是纷纷出面抗议 据法广报道 习近平在法国费加罗报上许诺说 我们希望欧洲尽快恢复和平与稳定 我并打算以法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合作 寻找解决危机的良好途径 据法新社报道表示 习近平还说 我们理解乌克兰危机给欧洲带来的冲击 但中国不是这场危机的根源 也不是这场危机的一方或参与者 中共在欧战争背后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相信国际社会对此已经十分清楚了 作为访问欧洲的头一战 习近平竟然迫不及待的 先在法国报纸上撇清自己和欧战争的关系 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打自招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习近平访位前夕的4月29日 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 记者问道 您是否坚持您关于派遣地面部队的说法 他十分肯定的回答说 当然 我们绝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 俄罗斯永远无法在乌克兰取得胜利 马克龙对乌克兰的强力支持 想必让对此密切关注的习近平感到如芒在被 而又不得不表态说软话 而至于中共背后秘密原额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于习近平的这次访问 马克龙也预先对外表示 将向习近平施压 要求中共减少贸易失衡 并想说服习近平 利用他自己对俄罗斯的影响力 来解决乌克兰战争问题 即美国之音报道 在欧洲和中共贸易紧张态势持续升级 以及欧洲对中共间谍指控激增的背景之下 习近平的这次访问欧洲 友好气氛已经是不如从前 而且马克龙也预先对中共来了个下马威 习近平到访前夕 法媒星期日论坛报 就特意刊出了马克龙的专访 马克龙指出 中共目前在许多领域产能过剩 并向欧洲巨量出口 一名马克龙的顾问也向路透社披洛说 我们必须继续推动中共当局 在贸易问题上做出更多保证 马克龙也在5月2号出刊的经济学人专访中 呼吁欧洲要觉醒 他指出 西方社会在过去30年 竭力把中共带入国际贸易体系 但相关规则并没有获得中共的尊重 争端解决机制没有效用 他说 WTO正深陷危机 必须彻底转型 马克龙也表示 现在中国汽车产能过剩 并把汽车大规模出口到海外 特别是向欧洲出口 他也说自己支持欧盟指挥会 对中国的电动车 太阳能板与风机展开调查 因为中国相关产品获得了庞大的补贴 自于CNN分析说 尽管习近平这次访欧 各国迎接他的礼仪可能仍然存在 但是整个欧洲对中共的看法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欧盟对中共经销商品和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已经公开表示抗议 在过去的几周里 欧盟就对中国产的锋利涡轮机 和医疗设备采购 展开了贸易调查 欧盟还突袭了中共安全设备制造商 同方威视的办公室 以此来作为反补跌调查的一部分 而英德两国也在最近几天 逮捕或指控了至少6人 他们的罪名是 涉先从事与中共有关的间谍活动 和相关犯罪 而这些事态发展的背后 恰恰就是欧盟对中共 日益加剧的不满的具体体现 这也让欧盟未可能发生的 欧中重大贸易对抗 提前做好准备 尽管马克龙在习近平到来前 做出了十分强硬姿态 但他还是准备带习近平 到自己十分珍惜的第二故乡 比利牛斯山脉 因为这是他祖母的出生地 而这一安排 也是对习近平去年 邀请马克龙到广州 在他父亲习总勋的故乡 品查的一种呼应 虽然马克龙这几栋 看起来带着温暖的人情味 但中欧关系专家 诺亚 巴尔金 还是忍不住泼冷水说 我希望马克龙 不要抱有任何的幻想 认为把习近平 带到一个对他童年来说 很重要地方 会让习近平落泪 就会导致北京做出妥协 毫不意外的是 习近平到法国的第一天 就遭到多个团体的接连问候 当天抗议声浪如影随形 人权团体国际人权特赦组织 走上街头 在巴黎举行集会 抗议中共暴政 与习近平到访 法国的西藏和维吾尔族团体 也在巴黎人权广场举行游行 抗议中共暴政 要求人权与自由 5月3日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也发表声明 敦促马克龙在习近平防法期间 公开表明 中共反人类罪和镇压的加剧 将给中法两国的关系带来后果 美国在2019年 推出冷战时期 和俄罗斯签订的中程核飞弹条约以后 加速新型飞弹发射系统 太封 而且4月份 已经进驻菲律宾的李宋岛 这次纽约时报报道称 美军的新武器就是为了要协防台湾 美国陆军首次进驻第一岛链新型飞弹发射装置 太封就是一例 美国陆军指出 太封所发射的飞弹射程 不仅涵盖台湾海峡与吕宋海峡 甚至还包括中国沿岸城市 与南海多个共军基地 部署目的是为了 提高菲律宾的海上防御能力 加强美飞联盟内部的协调与战备状态 也为陆战队和海军等其他军种提供火力支援 美国政府相信 中共党和习近平计划通过外交手段 或者武力实现对台湾的统一企图 而俄军万吨巨舰莫斯科号 被两枚路金反舰飞弹击沉 指向一种可能阻止北京 采取军事行动的嚇阻方式 北京政府可能会担心 类似攻击发生在起军舰上 继而重新考虑对台湾的军事行动 中共军方宣称 自家研发的飞弹 能击沉保卫台湾的美国航空母舰 然而 利用射程够远的战斧飞弹 即将太风设置在距离中国 1000英里以内的小岛上 就在很大程度上 消除了中共飞弹的优势 目前 菲律宾与美国正在举行 为期三周的肩并肩大型联合军演 动员于16800名美飞澳军人 还有法国海军巡防舰参与 规模超越历年 演习范围超出菲律宾领海 进入了颇具争议的南海区域 直接反击中共军事扩张 华尔街日报分析称 这转变标志着美国政府 通过支持盟友来对抗中共的战略 取得了胜利 日前 古巴宣布对中国人实行免签 众网友纷纷表示 开辟最经济早现新乐境 当地时间5月4日晚间 古巴旅游部长胡安、卡勒斯、加西亚 在2024年古巴旅游节的闭幕式上宣布 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 不用签证就可以入境古巴 他表示 中国是2025年古巴旅游节的主兵国 5月17日 中国与古巴的直飞航班将复航 中国到古巴的免签消息 才发布了半个小时 就引发中国人的密切关注 不但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山东等地民众 搜寻古巴的热情很高 而且在线旅游平台上发现 关于古巴酒店和机票等关键词 搜索热度竟然比前一天增长了40%以上 有快手网友在社交平台 提出搜索到的从北京飞往古巴的航班 显示至少需要转机2-3次 花费15-20小时才能抵达 而且机票价格在人民币1万元以上 很快的了解古巴情况的网友们 纷纷晒出关于古巴的情况 微博大V 尔德菲尔姆发微博披露 去古巴旅行 阻碍从来不是签证 甚至不是长途飞机 而是经济封锁 在古巴外国支付系统一概难以使用 取钱都很难收到 手机APP没有VPN 基本都打不开 3G网络信号极差 流量也很贵 办SIM卡还要拿护照去排队 但是也有人联想到 古巴作为美国基林的地理优势 微博大V 书武剑突发奇想的表示 这会不会成为走线入民的又一条途径 甚至是一条捷径 这一想法随即也来大量网友的赞成 纷纷表示 立好润人呀 直飞古巴 然后游泳进入美国 这线路太方便了 有人给出了润美路径 先飞到古巴 然后再坐船到美国 直接冲滩 祝中国这些润人顺利 还有人推测说 会会上演万传其发的壮观场面呀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